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 2021年世界花样花冰锦标赛 为您带来的是双人自由滑的比赛 现在进行的是第四组 这次在经过了短节目之后 一共有20对选手参加双人自由滑的比赛 按照短节目的成绩 他们一共分为了五组 那么刚才已经结束了前三组的比赛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四和第五组 一共要有八对选手参加决注 那么在第四组的比赛当中 我们看到有中国选手彭成和金阳将在这组登场 先来看一下即将要看到的这四对选手 他们短节目的成绩 这组登场的四对选手的短节目成绩是排在第五到第八位的 其中六七八名 这三对选手的分差都非常小 都是在64.3到64.9之间 所以总的来说这三对选手 分别来自美国和日本 他们是处于一个相同的起跑线上 那么这一组最后登场的中国队的彭成和金阳 短节目成绩更高一些 分数是71.32分 按照短节目的分数 他其实是跟排名第四的俄罗斯选手 塔拉索瓦和莫里索夫呢 是处于一个在短节目之后的一个相当的水平 我们是71.32 俄罗斯组合是71.46分 那么我们要前瞻一下 今年的双人房项目的奖牌争夺 在短节目结束之后 第一名是俄罗斯的新人 波伊克瓦和克斯洛夫斯基 分数是80.16分 排名第二个是中国队的碎伦敬韩聪 分数是77.62 排第三的是俄罗斯的 米什纳和加利莫夫 成绩是75.79 那么这三对选手的分差 短节目之后 第一名跟第三名 差在五分 那么这样的一个分差 在最华的比赛当中来看 可以说 冠军 极有可能是出在这三对选手当中 那么像我们的腾传金阳 还有俄罗斯的塔拉索瓦 摩洛索夫 同样也是奖牌的争夺者 也就是说 刚才我们说到的三对俄罗斯选手 和两对中国选手 将成为今年双人华项目 三块奖牌的争夺者 那么同样 中俄也将是金牌的唯一竞争对象 今年可能大家没有看到一对运动员 那么就是法国组合 詹姆斯和齐普利斯 他们在19到20赛季表现非常亮眼 曾经一度被大家认为 可能要在北京冬奥会上 成为双人华项的想法的竞争者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 这对法国组合当中的男伴 第二因为个人原因 导致了这个组合被迫 停载了 所以今年法国队派来参加 世界锦标赛的两对速度当中 没有他们 因此法国队也就基本上退出了 奥运会双华项目的奖牌争夺 目前在这次市井赛之前 我们同样也特别关注 加拿大的一队老将 莫里·塔尔斯和马林纳诺 但从这一次的表现来看 不管是短节目还是长节目 这一队加拿大选手 已经不太具有前三的竞争力了 所以这样看来 我们就把目标锁在了 中国 俄罗斯当中 这一组选手 现在我们回到了比赛现场 这一组选手要重点介绍一下 日本的三浦离来和墓园龙衣 日本的双尔华 曾经一度是他们最弱的项目 比军舞还要弱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 三浦离来和墓园龙衣 这一对牵手时间非常短的运动员 现在已经在市井赛倒数第二组 当中登场了 你看看进度多大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鹏城跟金阳 因为短节目排在第五位 所以自由华是分在了倒数第二组 也就是第四组登场 那么出场的位置呢 是第四组的最后一队 越往后上场的选手 是感觉我们的成绩越好 能力越强的运动员 每一队选手在今天的自由华当中 要注意的问题都不一样 我们爱个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刚才说到日本队的三浦离来和墓园龙衣 那么这对选手呢 是他们牵手以后 就是他们第二个赛季 但是呢是牵手以后参加的第一次世界锦标赛 我们重点要关注女选手 毕竟年轻只有19岁 而且呢 没有这样A级的锦标赛的大赛经理 那么美国的克里尔林和弗拉泽尔 这一队搭档 我们也要关注 因为他们也是一队跟前任拆档以后 重新组合的一队运动员 今年全美的冠军 那么美国的另一队选手凯恩格里波尔和列多克呢 是今年全美的第三名 那么这一队选手呢 问题就比较多了 一会在比赛中给大家介绍 现在我们看到其他的牧原龙衣 牧原龙衣 他的教练刚才我们看到是 马格特 是现在看到这位 他是加拿大的双融化选手 杜哈梅尔的先生 杜哈梅尔呢 在平昌冬奥会上 是获得了双融化项目的同牌 那么也是一位高龄立志的女运动员 彭承和金阳的教练 赵洪博和关金林 赛前热身结束 好 现在登场的是 日本组合三浦离来和墓原龙衣 女选手只有十九岁 男选手二十八岁 三浦是墓原龙衣的第三任搭档 短节目之后 成绩是排在第八位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计划要做的三加二加二的连跳 第一跳女选手跳的是一个两周 但是这个本身进入方式就比较难 他们编入了难度步伐的进入 对女选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五组的阿克萨尔类的托举 这是一个大难度动作 难度脱起之后进入到的抛勾手三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单票的托举举三周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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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自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 这对选手这套自由滑当中 也是要注意单跳和连跳 托举也是他们的一个难点 免断三周 这是一个六分的高难度动作 后外截环三周 抛跳 勾手三周 二周 五分室 二周 这是他们的难点动作 原计划的四号不三周 接外点二 接户外截环的两周 这个动作因为女孩的失误 导致她的分值 只得到了第一个动作被认可 然后站定了一个连跳的位置 好 扫夫的三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国选手格里波尔·瑟利杜克 格里波尔·瑟利杜克 格里波尔·瑟利杜克 刚才这套动作呀 跟他们这个赛季参加的唯一一战 国际华联的A级赛事 美国战相比 发挥还要不尽无缘意 主要丢分点就是在她的连跳上 这个连跳本来设计的就比较难 他们设计为萨霍夫三周 接外点二 接外结环的二 这个动作本来在美国战上就没有成功 但是刚才他们直接就把这个动作的分值给丢了 这个动作实际上 它的分值可以达到7.3的 刚才那样的一个完全质量 可能它的BV分都拿不到两分 还有就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两个跟前面的克里尔·瑟利杜克 那段组合相比 托举是弱项 尤其是第一个反身托举 整个速度就比较慢 落下比较差 能看得出来选手换姿势的时候小心翼翼 他们的一个优点吧 就是有难度勾手三周的抛跳 而且他们这套动作改了一下这个难度的位置 跟美国战的难度位置发生了一些调整 他们之前呢是把容易出错的这个三加二加二的连跳 这次改在了中程去做 不像一上来就是单跳完了就是连跳 他们这次单跳完了抛跳 中间隔了一个托举然后才是连跳 但是没想到就这样还是没有能够成功 长节目你的难度 跳跃放在后半程是不像短节目那样能够加10%的 所以总的来看这不算是一套理想的句话 一百二十点三期分目前排名第四 一些很重要的的是 所有投票赚的变化 还要认为第四个第四点 第二位陆 nucleot Awards 从美国上 Spartan 互集中议 election 十四月之后 四个月起ought 再次就行 推荐 我觉得 俊 cuid 好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选手 彭承和金阳 短节目71.32分排名第五 但是跟排名第四个俄罗斯组合 基本上分数相差无几 而且彭承金阳他们是这一次 是锦赛双儿华项目奖牌的争夺者之一 这一套自由华重点需要关注的是他们的点条 自由华曲目 云图 萨侯夫两周 连票后外点兵三周接外点二 第一条女伴摔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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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中国杯的比赛 当时是在重庆 隋文静 韩聪没有参加 彭承金阳获得了第一名 那么他们当时出问题的时候呢 就是连跳 但是当时的连跳用的是 外点二接外点二 虽然难度低了一点 没有按照原计划去做三加二 但是毕竟它还是顺便宾摔倒 但是毕竟它还是顺下来了 就是出现了摔倒的问题 那么这套云图实际上在上一个赛季就已经开始滑了 那么上个赛季主要出问题的地方呢 就是在2019年的中国杯上 当时对这个三加二的连票没有完成 但是之后在美国战总决赛 包括在去年的二月份的四大洲锦标赛上 这个三加二全成了 所以应该说这还是一个非常熟练 能够掌握的一个动作 这是开场的萨霍夫的两周 其实他们在这个赛季 也就是在去年的11月份在中国杯上 他们是可以完成高质量的萨霍夫三周的 所以他们曾经能够熟练掌握 并且在比赛中完成的动作 在重要的关键场次上发挥出来 这是他们的一个关键点 蓬城金阳不是没有能力 是临场发挥 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忽高忽低 所以经过了这次的市井赛 我觉得应该是得到了很多经验 那么可以跟他充分地去准备 明年的冬奥会 比如说短节目衣服的问题 这个就会成为我们一个新的 需要做功课 还有在我们的这个 整个的备战环境当中 需要注意到一些细节 新的赛中品 總成績201.18 目前排名第一 後面只有華的比賽 還將有第五組的四對選手即將登場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結束了 自由華比賽之後選手們的排名情況 也就是16對選手的排名情況 目前彭承晶陽是排在第一位的 接下來就要進行的是最後一組 第五組的四對選手 短節目的第一名到第四名即將登場